天氣報告 各位早安 歡迎收看今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江偉 香港昨天的天氣不穩定 下了幾場大雨 不過今日的情況會有些好轉 先看看衛星雲圖 可以看到昨天為我們帶來大雨的雲大 今天已經慢慢向西移來香港 所以預計香港今天天氣會好轉 而且還會看到陽光 不過例如看遠一點 現在在呂宋北部這邊 我們看到有一個口實情螺旋狀的雲大 它就是大家也很關注的強台風海馬 根據我們現在的最新預測路徑 海馬會是橫過呂宋的北部進入南海 而且明天的時候 就會靠近廣東沿岸 另外由一些雜城的電路預測裏 也可以看到海馬甚至有機會 在香港一百公里範圍以內掠過 預計香港到時的天氣會顯著轉壞 另外由一些雨量的預測裏面 可以看到與海馬相關的雨大日會 明天開始明顯影響香港 預計香港明天會有頻密的狂風和大雨 各位記得留意天文台最新的風暴消息 至於氣溫方面 今早6時為止 香港大部分地區的氣溫 是介乎23至25度左右 至於今日的詳細天氣預測 預測香港今天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亦有兩陣驟雨 日間的最高氣溫大約是31度 風方面是吹和緩至清淨的東至東北風 稍後離岸間中會吹強風及 而且海面亦有湧浪 展望方面 預計受到海馬的影響 香港明天的天氣會顯著轉壞 會有頻密的狂風及大雨 海面亦有大浪及湧浪 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話 記得要及早做一些預防措施 預計天氣要到星期六的稍後 雨勢才會開始減弱 各位要注意 今早的天氣報告到此為止 拜拜